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最为秀珍的国家范蒂冈,他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的西北角高地,四面八方都被意大利的土地所环绕,因此也常被称为城中之国。 范蒂冈的国土面积仅比故宫的一半略大,国民总人数仅有五百人,这里小虽小可千万不要看不起他,范蒂冈是天主教的中心圣地,天主教的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在全球范围内都拥有着举足轻重的宗教地位, 甚至可以说他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并不逊色于当前世界上的几个核心大国,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宗教信徒与游客,从世界各地蜂拥而来,或是参加这里规模盛大的宗教活动,或是欣赏这里充满浓郁宗教色彩的人文风光,整个国家内部只有寥寥几座宗教建筑,却都在艺术价值与历史积淀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如神圣而又庄严的圣彼得大殿,藏品之风令人目不暇接的范蒂冈博物馆等等,固然这里没有农田、工厂、理发店等等,但似乎也并不需要那些东西,仅仅依靠着旅游业和宗教活动的收入,范蒂冈的经济就已经达到了相当富足的水平,人均GDP常年届身于世界前列。 怎么样,这有五脏不全,却有名声在外的小国,是否有颠覆你对国家的认识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